夏天裡頭 如果是以男性朋友 大概他其實就是Polo衫 或者是T恤這兩種 他可能是比較常會 有一些困擾的部分 可是女孩子 尤其最近這幾年 超流行這種的 有夠可愛的 這叫什麼 小可愛啊 小可愛是人見人愛啊 但是隔一年有沒有 他的樣子不好看的時候 或者是怎麼講 就是整個變形了 變咻咻了 變咻咻的時候就一點 就小可怕了 小可怕 一點都不可愛了對不對 其實過去我會覺得 我每次收納到這個小背心 小可愛是我覺得最輕鬆的 因為我覺得好簡單啊 你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它就是怎麼捲都好啊 有時候就這樣子啊 也不錯啊 這個黑黑的看不見 來 我們來折這一件好了 好 我覺得它很軟嘛 那我就覺得說它超好處理的 它就這樣子啊 捲一捲 愛怎麼捲也可以啊 這樣子好像它的空間變很小 對 老師可以嗎 但是你看它就會有這個 萬一你拉到 它就會鬆掉 你黏穿的話 就會這樣鬆鬆的啊 一邊是鬆的 一邊是緊的 因為它比較討厭 就是它軟軟 然後又這樣子 有肩帶 有時候沒弄好 就變成一長一短 然後或者鬆鬆的 就穿起來不是那麼好看 那像這一種的話 其實我們收的時候 就先把它肩帶的地方收進來 肩帶先收進來 對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像方形的 就比較好處理 就是把那些多的地方都先收進來 那我的折法是來 就把它折進來 然後再折進來 都是往內折 折成三等份 像這樣子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就折進來 再折進來 然後先把下面折過來 那有點像剛才口袋的原理 但不用折那麼小 因為它很薄 所以把它折三等份到這裡 然後我們再折進來 等於是把它塞進來 一樣再是一個收口 對 但是因為它很薄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子 那它其實就不會散開來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輕薄 然後又小 所以很容易就散亂 所以我只是把它放進去以後 它就會變成每個都方形 但是它的好處是 它有被約束在這裡面 所以它就不會開開 如果像我們平常是這樣子 那其實有時候就小小 它就很會鬆掉 所以我們只是把它 再等於是套進來這樣子 哇 很棒耶 老師 因為我如果再拿這件給你 可能大家黑嚕嚕的看不見 我們一樣再用這件 再示範一次 好不好 那有人就說 那我為什麼不折 跟它一樣捲捲捲啊弄 但如果都一樣的話 有時候你分不清它是細肩帶 還是短袖 因為每個捲起來都是壽絲 對 你的意思是說 它其實也可以捲成 像壽絲的樣子 對不對 那有時候我們說要 要找一件內搭的 我外面可能還要穿長袖的外號 對 然後它們都捲一樣 我就會搞不清楚誰是誰 所以也在幫它做分類 對 等於是某一個程度 你就幫自己做一個辨別 說它是細肩帶 它是短袖的 然後它是Polo衫 因為手法會有點不同 那一樣就是我們先把細肩帶的地方 折進來 讓它呈現一個方形 然後折三等份 都是往內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往中間折 等於折到三分之一 然後這裡等於是跟剛才一樣 就是讓它收進來 等於是讓它靠在裡面 這樣子就OK了 然後就小小一個這樣子 忽然之間覺得世界變美好了 其實都真難 就拿著一面看元氣加油站一面熟 就可以做了 對 你會發現節目結束 已經折好一堆了 對啊 好 老師我們最近再把它折起來 好不好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那所以這個也就是回到 剛才老師說的 就是說 不管你是讓它平躺著來收納 或者是讓它直的 這樣子的一種方式去處理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真的耶 你變成收納達人 你自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對不對 對 可以這樣子就知道誰是誰 他們三個的折法是不一樣 折法是不一樣的有沒有 這個就是背心 這個就是我們的小可愛 對不對 那折成像壽司一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短袖T恤 短袖T恤對不對 這個是T恤的部分 那當然Polo衫的部分 其實它就是 比較類似這樣的狀況 有沒有 然後一樣把它堆疊好 然後記得我覺得Polo衫 剛才老師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領子 領子的扣子 都一定一個一個把它扣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在隔年你在穿它的時候 它的形狀 尤其領子是最重要 對 是讓人家覺得你這件衣服 舊不舊的一個關鍵 你看有些人這樣穿那領子 一高一低會翹起來就 看得很難過 很想把它拉一下 可是有時候 不是拉就可以了 因為它整個樣子都變了 對不對 好 你有沒有覺得老師今天教的真的很酸 好很多人說 那這是上半身而已啊 下半身我也有穿耶 對 好下半身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好 給大家看就是 夏天常常大家都會有的短褲啊 就是這樣子的 那大家說短褲簡單啦 就這樣子 然後摺起來 是啊 再來一件就把它疊起來 對 其實褲子類老實說 摺法比較簡單 其實都是 還是褲管相疊 然後再看你的空間 決定要多摺一摺 還是摺成三整份 通常我是就摺到這樣了啦 嗯 我就摺到這樣子 然後呢 我會有一點點概念 尤其在最近 我開始慢慢在換季的時候 我知道說因為那邊比較厚 然後我就會說 那這樣攤平 這樣子有沒有平 這樣就有啊 其實這樣子也可以 但是你的箱子要夠大 對 然後如果說比較小的箱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小技巧 其實也是跟養品的方法有點類似 就是把它錯開高度 大家看我們這一個 先把這件放在下面 然後第二件放在它的一半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它折上來 然後它再疊過來 有沒有看到它們高度是錯開來的 對 那大家想說為什麼我不直接一件 然後再一件 對 其實每一件都這樣直接折 它都會有一些小的空隙 是 等於是我們把空隙撿到最低 如果是這樣疊的時候 我們等於是讓它們兩人 一直是交錯 所以它的空隙都不會說 比較密 一個這樣子 很多個小空隙 喔 所以這樣子收的時候 它的空間會又再省一點點 是 所以老師會建議就是兩件兩件褲子 做這樣子的一個穿插就對了 對 喔 好 老師再示範一次好不好 好 讓大家看一下 真的褲子你就可以這樣子收 對 像我們平常這樣的方法 然後再把這件放在它的一半的地方 那它的褲頭就可以折進來 對 然後這一個的褲頭再折進來 對 其實讓它們就是完全沒有浪費掉的地方 真的是這樣對不對 哇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很棒喔 這個有關於Polo 3 也找到它的這個位置怎麼處理它了 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這樣子擺放 還有呢 我們可愛的這個T恤 有沒有 每一個每一個都像那個Sushi一樣的 然後它不容易散開的一個狀況 還有呢 包括我們的小可愛有沒有 都像一個一個的那個島包 好可愛 很可愛的島包 那這個島包你就會知道說 欸 這件就是我要的這個小可愛 它也不會跟T恤染染做會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夏天裡頭 我們可能經常會碰到的 一些收納的問題 但是呢 還有一些東西可能就是必須要怎麼樣 也要再隔年它還會再用喔 然後還有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下一段節目回來 老師繼續收拾大家 不是啦 好好收拾好不好 好嘞 好好收拾持續鎖定 延啟叫讚 讚 讚 恭喜 感谢观看